今年ARJ21飞机将向国航、东航、南航各交付三架 在未来几年内总共将有105架ARJ21飞机交付给三大航空 那么ARJ21飞机是如何受到航空巨头的青睐 又是凭借着什么获得如此大量的订单呢 ARJ21飞机自2016年6月28号投入航线运营以来 已在国内开通了55条航线 通航55座城市 安全运送旅客89万余人次 作为我国自主研制的首款喷气式支线客机 其表现出的高安全可靠性 以及优异的飞行性能 是让三大航空看重的首要原因 一开始就算国际化的标准来设计制造的 从16年开始就有运行 运行的过程中可以显示 它的安全性 舒适性和经济性 都已经可以跟国际上同类的机型批免 ARJ21飞机作为一款支线飞机 主要面向中短途的支线航空运输 在我国中小城市的支线机场数量众多 居民乘坐航班出行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 支线航空市场前景也逐步被各大航空公司看好 因此增加支线科技数量 提高支线航空通勤效率 也是三大航空批障引进ARJ21的重要因素 我们的引进计划是36899 就是说第一年引进三架 然后六架 八架 九架 九架 在2025年 我们的ARJ21飞机将达到35架的运营规模 这样的话 对整个国产民机的运营体系 还有产业发展体系 以及技术创新体系 都会起到一个牵动作用 国航 东航 南航 作为我国三家规模最大的航空公司 在航线资源 维护保障等方面拥有明显的优势 为而J21加入三大航空机队 也将更大程度地激发出自身的优势 为国产客机的规模化运营不断拓宽道路